我们希望 特别是香港的同学们 要建立政治政见 要把我们的信德找回来 十善业道是我们的信德 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有的 不是从外头来的 现在我们把它迷失了 真正找回来 有困难找不回来 这是什么原因呢 修学要有次第 由钱而深 由小而大 所以世尊 在佛藏经里面告诉我们 不先学小臣 后学大臣 叫非佛弟子 这是佛教导我们修学的程序 小臣 是佛教的小学 大臣 是佛教的大学 没有小学的基础 你怎么能念大学 那现在我们连小学 也学不好 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的杂根教育 是佛了 所以必须要回过头来 把杂根教育学好 那我们认为 一年到两年 我根就咋好了 从哪里加起呢 从弟子规 所以千万不能俗乎 弟子规 我们的老祖宗 佛门的祖师大德 从唐朝中叶 就把我们修学的程序改变了 改得好 不学小臣了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小臣呢 用儒跟道 我们讲堂前面 有一块碑 踏下来的 少林寺的一块碑 三教九流混原土 大家都看到 这块碑是什么时候刻的呢 是唐朝 宿宗年间 唐宿宗 是唐明皇的儿子 距离我们现在 一千三百年 你看 一千三百多年 我们中国已经走向了 多元文化了 如是道 三教九流是一家了 你看画的那个图很有意思 那个人 你仔细看 正面看 释迦牟尼佛 从侧面看呢 一面是老子 一面是孔子 三个面孔画在一起 代表什么 一体 三教师 颜而鼻舌身 一体 九流是五脏六腹 这个图画的太好了 它表发的 那真的是一体 所以以这个 做我们的杂根教育 所以修佛 对于十善业道 是轻而易举 你有弟子规 有感应篇 这个基础 十善业道 很容易 你就落实了 这三个根落实之后 无论是学儒 学道 学佛 都会有成就 学佛 你能成佛 成菩萨 学道 你能做 能够达到 老庄的境界 学儒 那你就是 今天的孔子孟子 深险 所以这块碑 非常有价值 国外 也才是最近 这些年来 才提倡 多元文化 我们在世界上 团结宗教 团结族群 也做得一点 成吉 外国人认为 这是很新鲜的 宗教团结 那我们把这一张 碑 踏碑 给他们看 他们感到非常惊讶 原来 一千三百年前 中国已经在 团结宗教 团结族群了 所以 扎根教育 做到了 然后 当心正尽 归心正道 神智慧 智慎 这肯定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